五十五岁的张先生结婚三十年 他也受了妻子三十年的气 今天他终于忍受不了来到了金牌调节 不调节的话我们可能再对家破人亡啊 张先生把他和妻子之间的矛盾描述得十分严重 那么到底是什么问题会让张先生觉得如此严重呢 这些事呢是因为我老婆娘家人所兴起的 就是像我岳父啊我大舅子啊 张先生说他的岳父和大舅子对他们家做了很多过分的事情 而妻子又一味的偏袒他的娘家人 这让他生不如死 我已经到了可能在家里不想生活想逃避 反正一点点小事情他就放不下 让我们觉得奇怪的是 在张先生看来家破人亡的大事 在妻子眼中却是一些不值得一提的小事 只有他是那个心里面有一个姐 他说你们做了很多过分的事 我真的不知道 你觉得有吗 应该没有吧 张先生的大舅子说 他是为了姐姐的身体健康才来调节 姐姐现在重病在身 他不想姐姐姐姐夫每天吵架 而影响了姐姐的身体健康 我大舅这个人身体不好嘛 对不对 他说姐夫在家里天天吵天天吵 反正他心里有些心结 需要把它打开 张先生的大舅子也认为 姐夫张先生活的压抑 是因为自己心里有些心结没有打开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心结没打开呢 在调节现场 当张先生要说出自己的这些心结时 却意外遭到了妻子强烈的制止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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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心要丈夫打开心结的妻子张女士 为何在现场又强烈阻止丈夫 说出这些心结呢 这背后到底有个怎样的原因呢 这样一笔一笔对账有对过吗 对过 没有真的没有 还有一个什么钞票 你从你结这里结了一百块 结了一百块利息你没付 算上去两万多 说句真话 我我是一个都不认 都是我姐夫凭空想象出来的 30年的心情 算不清的经济纠纷 他每次都是这样子 你跟他讲道理的时候 他不跟你讲道理 30年的相处 忘不了的恩怨情仇 你为什么就那么容易 记住那些事呢 你真的心疼这个女人吗 埋藏在丈夫心中 30年的心结到底是什么 怎样才能打开她的心结 让我们共同关注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没问题 各位好 这里是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欢迎大家 今天的两位当事人是张先生和张女士 我们来了解一下两位当事人 到金牌调解来 是要解决什么问题的 各自的诉求先说一下 你跟她的娘家人有矛盾 导致你们夫妻两个人会成什么样子呢 为她娘家人的事情吵架吗 是啊 你希望今天有一个什么结果呢 对我们家庭来说 和睦相处 对我们家族来说 要真诚相对 对我们个人来说 要懂得感恩 三点 第一是针对你们的小家庭来讲的 对吧 家庭和睦 是指你们夫妻二人吗 是啊 第二个你说针对家族 是真诚相待 对啊 这个家族指的是 包括我大族啊小族啊 我岳父母啊 我小日他们啊 就是跟妻子的娘家人所有的人 对啊 真诚相待 第三个你说从个人角度来讲是要 懂得感恩 懂得感恩 这个针对的是谁呢 我真的没想到我们家的家庭来说 我真的没想到我们家庭来说 我愿意的 我愿意的 他们所做的一切嘛 对妻子的娘家人 你希望他们能够懂得感恩 那这个懂得感恩是感谁的恩 那这个懂得感恩是感谁的恩 我也肯定对他们家有一定的贡献 所以他们要懂得感恩 所以他们要懂得感恩是吗 对啊 张女士 你的诉求是什么 我真的没想到我们家会搞得这样子 我老公也这样子 我这次的主要是 希望你们来帮我们家里面的矛盾 十四九十的解救 你丈夫的诉求很明确 跟你的娘家人之间是有矛盾的 从而产生了跟你之间的矛盾 你认可吗 我不想过 我不想过是我娘家的矛盾 那你们夫妻二人之间呢 因为他说的都是小事 他又说真的要对我好的话 他不应该出作为这个小事 一直都放在心里 什么事情都是这样 真有固件的 所以你们二人会经常吵架是吗 对 他在这些跟你娘家人的事情 和你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争吵状态 他本人什么时候要发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就要发了 今天好好的明天就不行 刚才张先生说了 他也希望是家族之间是坚存相待 你认为今天调解的关键是你娘家人的态度 还是张先生自己 张先生自己的态度 你希望他有所改变 对 你跟你跟你妻子的娘家人现在是什么样的一种相处方式 相处比较少 我也不希望看到他们这几个人 平常有往来吗 来不来往 基本上我不想和他们什么来往 一开场 张先生就表达了他对妻子娘家人的极大不满 在他看来 他和妻子之间的矛盾都是因为妻子那些娘家人引起的 张先生说他现在非常讨厌妻子的那些娘家人 他根本就不想和他们有更多的接触 张先生因为他们上海有客人来了 我老婆打了15个电话过来 叫我一起去吃饭 去年一年过来 她也知道 我不希望和我大舅一起吃饭 你去了吗 我去了 然后呢 然后我走了 去了为什么又走了 我不希望和我大舅一起吃饭 家人知道你为什么离开吗 知道肯定是知道的 你是一个人走了还是你跟你爱人一起走了 我一个人走了 为了这个事情他有不高兴吗 他肯定不高兴 张女士那天为什么要叫他去呢 每年年初一的人都是到爸爸妈妈那边去过的 包括小孩也都是一起去的 我也希望我们家里面一家人都是很厚厚厚的 我妈妈也说你去叫他一起过来 从他一起来坐下来吃饭吃过就好了 我上海表姐们也打电话过去的叫他过来 我也不想放弃他 后来我打了电话过去 他来了 来了他就跑了 早就知道我爸爸就叫他坐下来快吃饭 我妹妹也叫他一家人都叫他坐下来 他没有坐他就走了 我心里真的很难过很难过 我过年心我一直一直一直在想 我怎么来处理这么一天 叫我爸爸妈妈高兴一点 因为初年的这一年处理 他也是这样子 叫他来了 他过来了 过来了他就没有到我们桌子上面来吃饭 在你看来张先生从去年到今年 这个正月初一都不愿意跟你们家人在一起 他心里生那么大的气 你能理解他吗 真的都是小事不是大事 没那么严重是吗 没有那么严重 30多年里面有的时候 可能有的事情会不诚心 不诚心的话也都是小事 应该是说得清楚 给他说他一点都不要听 因为这个影响到你们夫妻关系了 在这一点上 他只有不说我们家里面 我爸爸拉我弟弟拉我们家里面一生寿司 男朋友是我生命到现在 只要我爸都吃了 我每天都会把家里的事情都会做好 你不想再让他有不高兴的地方是吗 对的 就想他开心一点 你在张先生面前也变得小心翼翼 谁把碰到他碰到他三次 他三次的时候他就家里面什么都不关 看人也不关什么都不关 张先生你跟他娘家人的问题上 他的态度是什么 他是因为的态度嘛 我讲的最有理到他做出来的事情就是没道理了 他每次都是这样子 你跟他讲道理的时候 他不跟你讲道理 不理他的时候 他就是发脾气 你是不是给我吵的话 我是绝对不会跟你来吵的 给他夸闹 闹到秀客 你为了抬服他们 你已经死了一百次嘛 有这么严重 用这种方式吗 张女士 不是 一说到我们家里面的事就是 他马上就把血面 血面含走含走的 几十年的事情 他都会翻出来这样子 我听到现在 他还难过 张女士说 他为了拉拢丈夫和自己娘家人的关系 做了很多的努力 也默默承受了很多 可是最终都无济于事 张女士觉得 丈夫最大的毛病就是喜欢翻旧账 一翻就翻到几十年前 实在让他无法接受 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旧账 会让丈夫张先生藏在心中几十年 消化不了呢 我们还没去翻个哪一年 1986年 我们下半年去翻的嘛 30年了 30-40年 就不要说了 我大就职 叫我老婆跟我说 城里面要接利息钞票做生意 嗯啊 结果 接了两千块钱 利息是60块一个月 他接去了 他就走来了 啊 这个利息都是我们付的 86年那是工资 我们这里寄账工资只有两块五 两块左右嘛 嗯 这个钱不是我弟弟借的 是我弟弟的朋友借的 因为是他朋友借去的 后来我弟弟找到 那他朋友的爸爸找到了 那个板金是拿过来了 我们是付了几个月的钱 弟弟的朋友借是通过弟弟来找你们的吗 一起来 弟弟找的嘛 通过弟弟才可能向你们借到钱 对吧 对啊 在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大舅子有什么态度 大舅子没态度 我们结婚以后 嗯 我大舅子没什么活 我老婆带他一起去城里做生意 那大约是1991年的事情 在那前他要买摩托车 向我老婆借了三千块钱 要他还的时候 嗯 他就说我早就还你们了 不承认了 哎呀 结果当时 我跟我大舅吵架了 我老婆也吵了 有结果吗 没结果 张女士 有这事吗 别人借钱是有 有这些事 嗯 后来他说他没有 还给我买 嗯 我弟弟我他说他已经 还给我了 还和没还这个 不清楚吗 这个事情到后来 也没有一个说法 是吗 因为三千块钱的事 我们这个关系 比较远了一点 张先生说 他的大舅子是一个毫无信誉的人 他们曾多次借钱给他 借完之后往往没有下文 其实他很早就不想惹这个大舅子 无奈是妻子的弟弟 不得不接触 在他大舅子两次借钱闹得不愉快之后 不久又发生了另一件 让他很恼火的事 那个时候 正是他做猪油批发生意的时候 妻子见离婚后的大舅子生活困难 主动又把他带到了身边 本来姐弟之间相互照顾也没什么 可是这个大舅子的做法 实在是太过分了 他第一次离婚以后 我老婆又怕他带到我家里来 这时候他第二个女朋友 一起就在我家里 吃的喝的 包括我们 装过来的柏油 也生意也都是平凡的 结果柏油这个生意 交给我大舅子管了 管了以后 算账 我算还有一百五千多钱 我给我大舅子算账的时候 他说钱没有了 我账上面 有八大包了 租油少了 钱少了 账得不上 结果就一他算的 五千多 我当时就乱了 就五千多就五千多 你心里是怎么看这个事的 非常是自己人 他当时也比较困难 你心里认为不应该是 那样的一个钱数 但是你默认了 默认了 对啊 你的想法是 就算帮他一下 对啊 我跟他说 我弟弟走了几次 把那个钱已经还给我了 他不相信 不相信我也没办法 弟弟还给你的时候 你不会告诉你丈夫吗 说你看今天弟弟 还了我们多少钱 这个你们 你们夫妻之间不沟通的吗 他没跟我说吗 所以我给你送去过了 他的钱多少 多少已经还过来了 所以在你看来 已经还了 是张先生误会弟弟了 是吗 是的 我大舅舅跟我吵架的时候 在大庭光众之下 我说 你 你第一次离分的时候 你还欠我两万块钱 也是你 我们吵架以后 是我小姨子送过来的 一万块钱 你觉得这个说明什么呢 这个说明 他自己心里知道 我欠你们的钱 你这种爱谁 你睡一睡 你这处处想 是不要再说了 好不好 我真的没念住谁了 已经 从1986年的借钱 到1991年 接济生活 遭遇不幸的大舅子 张先生通过这两件事 给我们展示了 大舅子的为人 说起这两件 二三十年前的往事 张先生记忆犹新 愤怒依旧 这让一旁的张女士 非常不满 张先生说 他并不是一个 爱翻旧账的人 实在是大舅子 太不自觉了 三十多年来 爱占便宜的本性 一直没变 紧接着 张先生又给我们 讲了一件 不是那么遥远的事情 这件事 迄今也有七年 2009年 大舅子小姨子 我们三家合伙 我们三家合伙 买了一个房财 那就是写字楼啊 他跟他第三个老婆 离翻的时候 我们这个写字楼 那个房财 正是住在他夫妻娘 名下的 他把这个写字楼 一波翻给老婆了 我跟他联系的时候 他说我们只是 口头是说而已 我们学艺还没期 过了两三个月 男家跟我说 他们早就离翻了 最后怎么解决的 最后我报了爱嘛 叫派出所过来 那你说这件事 意思是大舅子这边 是故意这么做的 是吗 我是这样安慰的 第二次 我跟我大舅子说 你把 你一份学艺叫我看一下 他说你没这个权利 这是我们影视 我跟他说 我只要看一下王财 是三分之一的 二分之一 那就对了 他说 总观是一半 你最后选择的是告他 我是叫 大舅子 把 把他学习叫过来 叫他们重新 写一份 三人的 买完学义 写了吗 派出所来了写的嘛 也就是说 必须得走到这一步 才写了这个东西 当时你没有选择 比如说家人之间 坐下来好好商量 而是直接让派出所介入 是因为什么 商量无过吗 你觉得大舅子这个态度很不对是吗 张女士怎么看 我弟弟说要 看我们两姐妹的 这是不可来的 我们是很好买的 付了五年 而且都是我们自己付的 他就说一定要写这个写的 我也不反对 不是我弟弟不肯写 是他那个老婆他不肯写 他说我已经写过了 我说你已经写过了 哥们现在就说 反正你们不好了 哥们 你重新给我们写一张 后来他没有写 我老公就给他吵 吵了后来还不饿了 关键就是 到底是二分之一 还是六分之一 关键就是个人 只不可能是二分之一 谁跟你保证说 弟弟给他前妻的 肯定不是二分之一 弟弟告诉我 弟弟说 我不可能把你们的写事 我们两个人分掉 按照张先生说法 就是其实弟弟只要把 那个离婚协议里面 涉及到房产的分配 那一条给他看一下 他心里有个数就行了 在你看来 弟弟为什么态度 那么不明确 他给我弟弟怎么说 我也不知道 当张先生走到 就是让派出所来介入了 你对张先生生气吗 我没有生气 我也没给他找 那个是 那个女的是不对 他应该献给我们 所以你是觉得 其实弟弟在这件事情上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过错 弟弟没有过错 错的就是那个女的 我觉得错的就是他自己 他应该明明白白地 跟我说 我们是六分之一 那我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一个明确的态度 对啊 在合伙投资购买写字楼的问题上 张先生夫妻二人的意见 发生了明显的分歧 张先生认为 这件事有错的就是大舅子 而张女士则把过错 推到了已经离了婚的前弟席身上 张先生说 在他处理好了这起房产纠纷之后的第三天 又发生了一件让他非常生气的事 大舅子的前丈母娘和前妻的姐姐 找到他妻子索要回 在他妻子生病期间前来探望时候 给的五百元红包 前大姨 前岳母 把我老婆拉出来 说 你这不要离的东西 你把钱崴给我买 他起的翻了过去 我交了 我小姨 我小舅子 我大舅子 我商量这个事 该怎么处理 我打电话给我大舅子 我说 这个事 我是肯定不可能 就此罢休的 他就电话里面忙 大舅子的做法 彻底伤了张先生的心 张先生决定 找大舅子前妻的姐姐泄愤 因为大舅子前妻的姐姐 租用了他们家房子开酒店 张先生希望 大舅子前妻的姐姐 立即从他们家搬出去 他开的是酒店嘛 那一点两瓶酒 我大舅子就打我 他给我弟弟打电话 我弟弟说了什么 我反正也没有听到 我弟弟我想他总不会 开开就骂 他是这样说的 我反正要给他去拼个女士 我他就跑出去了 这时候 这个时候我甚至 真的一点都不好 我来走路都走不动 当你遭受到那样待遇的时候 他是又气又心疼你 所以他觉得一定要 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 替你讨个公道 你怎么看他 他这么娘这个事情上 是他们不好 但是这不是我弟弟 支持他们这么做的 是不是 他认为弟弟在之后的态度 也并没有表现得让他满意 你对你弟弟事后的这些态度 你怎么看 我是人情和弟弟的 他这个人鼻气是不太好 但是他本性是不坏的 好 我们让弟弟上场 了解一下 刚才张先生 他说到这个 姐姐的这个事情 然后你动手打了姐夫 这个你有你的说法吗 我的大姨妈 在他们家隔壁开店的 究竟是什么事情呢 我也不知道 就是他说是 去要500块钱 探望费 我是后来知道的 但是作为我丈母娘那时候呢 她也没文化的 也没念过说 当你知道有这件事情以后 你是怎么做的 我说你是不应该这样说的呀 那你这样说的话 那你肯定不对的呢 我大姐呢 本来是一个病人 你是说你有在你前丈母娘面前 去替姐姐说这番话 都说了呀 但是说了 那你说他已经说了 作为他一个老人家 那我也不知道说什么 你姐夫的态度就是说 就是要让他们从这里搬走 这才算是一个比较 解气的解决方法 你当时是怎么看的 一下子你要让他们搬走 那也不可能的 你说对不对的 最少要找个地方 既然发生这种事情了 他们待着也不舒服的 他们自然会搬走 时早也会搬 他一定要他 立即把店门拐掉 反正就是这个地方 就不让他们单了 就是这样子 当姐夫发现 他们店还在开着的时候 给你打电话 你有说那句比较冲的话吗 没有 不可能会说的 如果说没有说这番话 那为什么你跟姐夫之间 会发生这种大的冲突呢 我女儿那时候还很小 只有两岁嘛 那一直是我丈夫娘抱的嘛 还有大一代的嘛 那我女儿在店里嘛 那我过去的 就是去看我女儿的嘛 我姐夫从楼下来 爬的冲下来了 就是啊 她去查店的 就是那种酒啊 二十盐一盘的 就是这样子 爬的插到我后面嘛 对你来说好突然是吗 对的 我女儿吓呆了一样的 就是啊 哇哇大哭了 当时人啊 就是控制不住自己了 就是这样子的 对的 你说这怎么样 这个店 你总不好 你总不好去砸的吧 作为她一个老人家也好 作为我大爷也好 我不站出来的话 那谁站出来呢 那你说对不对的 走上调解现场的大舅子 解释了自己和姐夫之间 发生肢体冲突的原因 他承认自己当时有些冲动 但姐夫的做法也太过激了 作为姐夫的话 作为我来说 我是一直珍重他们的 大舅子说 他和姐夫之间的矛盾 应该是有一些误会造成的 接下来 大舅子又给我们解释了 那次合伙出资购买写字楼时 发生矛盾的具体原因 两夫近大分手了 作为当时的时候呢 就是想着这个东西 就是尽量少一个人知道 包括兄弟姐妹父母 也全都不知道的 把协议签了 签了之后呢 是属于我们的写字楼 一人一半 他是这样写的 我们指的是你们夫妻二人 夫妻二人的 属于我们的 因为我们社会的东西 那也很多的嘛 姐夫 他对这个事情 可能存有一些疑虑 在这个时候 他希望听到你给他的 一个解释 或者一个明确的态度 那个时候 当时的时候 我们就是为什么吵架呢 当时的时候 他叫我 把那前妻叫来 直重新写一张 那我也叫来了 但是我前妻呢 性格也有点爆炒的嘛 想想看 我已经写了一张了 你现在又让我写 那写来写去 那干什么呢 他当时是不肯写 我反正一直劝他 写一张也没关系 结果呢 那还是写了 但是作为我姐夫呢 他就是天天这大街上 他家的门口就是大街嘛 天天这大街上是说 我们是贾力分 我们这谋他们才才 他赢了很多财单 要大街小巷去踢 大家都知道怎么样怎么样 这种事情发生了很多很多 都是我姐夫贫苦想象出来的 说句真话 我 我是一个都不认 从大舅子的解释来看 在合伙投资写字楼的事件上 他们之所以会发生矛盾 是源于姐夫对自己的不信任 如果说姐夫张先生 所承受的几十年前 他和大舅子之间 发生的种种经济往来纠纷属实 那么张先生 对大舅子的这种不信任 我们也是能够理解的 现在的关键问题就是 几十年前 大舅子是不是做过那些 让姐夫感到极其反感的事呢 其实有几件事情还比较清晰 他说第一 八六年的时候 你带着朋友去借了两千块钱 随后给他们造成的损失 你没有管没有问 八六年的时候 这个事情我要问问我姐姐 到底是谁借的 这个钱到底有没有反掉 因为是二十几年以前的事情了 他们的说法本金还了 但是的确他们多负担了几个月的利息 八六年我这十七八岁 这么久的事情我也记不出来 回应第二件 说到一个三千块钱 借他们三千块钱 就没有反应是不是 那我的些问问 这个钱到底是我借的 还是我媳妇借的 你不记得了是吗 我没有这个印象呀 姐姐记得吗 是谁借的 啥个借的 万年 我这里没借钱 是你跟我说的 姐姐借出去的是吧 我是真的记不起来了 她说是三千块 三千块钱是我借的 还是谁借的 我姐说是坏掉了 她说我没反过 这个事情我是真的记不起来了 真的 这我的脑子里根本没有这个印象 她后面说的一件事情 那我是有印象的 就是一起去做生意嘛 有一个账目对不上 对的 有一个账目对不上 我反正是不管了 反正今天发掉多少了 那我给他 反正有个账本的嘛 但是一年做下来呢 我这里面总共挪用了四五千 因为那时候本节是他们说的嘛 所以后节四五千怎么处理呢 一年生意做下来 那终于有钱占的嘛 到过年一算账 他说还要亏掉一万多 总共账清清楚楚的 这一年里面 我可能是用了四五千块钱 但辛辛苦苦干了一年 他说还要我提个一万多块钱出来 你说可能吗 但是我呢 根本不想跟他吵 我是这样跟他说的 你说亏了 你就亏了 在这个账记上吧 我说我有了 我还给你 真的心里是一百个不舒服的 我跟我的姐妹我都说过 我说辛辛苦苦干了一年 还要倒提一万多块钱 我那时候说句真话 我没有给他吵 我就认 但是我心里老是这么想的啊 这个钱我是不愿意烦你的 到后来吵架以后 他说我欠他一万块钱 后来你就把那一万块钱还给他了 我给我小姐的 大舅哥 你说一万块 我把这两万块是这么来的 我跟你说一下 一万五千多 还有一个什么钞票 你从你结 这里结了一万块 结了一万块利息 你没付 算上去两万多 这一万块钱是谁来的 是你两万给他的 我这账是这么算出来的 像刚才这样的一笔一笔一笔算 你们两个人在私下有进行过吗 这样的交谈 进行过 没有 这样的一笔一笔对账 有对过吗 对过 没有 真的没有 比如说前面讲到什么两千啊三千啊 这个以前有提过吗 没有 二十几年了 从来没有提过 将近三十年了 调解至此 张先生一共列举了大舅子做的五件过分的事 从一九八六年的戒前到二零零九年发生的肢体冲突 在这五件事中有两件张女士已经认可了 可是大舅子已经印象模糊了 在其他的三件事中 大舅子认为只有一件事的确是因为自己有些冲动造成的 其他的两件事都是有些误会 其中有一件事自己还有点人 面对大舅子如此的回应 张先生露出了一个很无语的效果 随后回答完主持人提问的大舅子回到了调解场下 这时观察员王律师拿起了话筒 那么对于这些纠缠不清的陈年往事 王律师会有些什么看法呢 在我的个人感觉当中 这个大家庭最大的一个矛盾点可能就是姐夫跟大舅子之间的矛盾 最大的矛盾点的来源是什么 张先生和大舅子之间这样的一个财产关系并不是很明确 在一九八六年将两千块钱借给了大舅子 在现在来说这两千块钱可能是个小数目 但是在一九八六年两千块钱绝对是家庭中的一笔大支出 姐夫要求大舅子还这笔款项是理所当然的 虽然是说大舅子没有实际使用这笔钱 但是我相信如果女方说一下 就是说这笔钱是被她朋友用走了 稍微给点时间什么之类的 我相信男方也是可以理解的 同时对于这三千块钱也是在一九九二年借出的 这在当时也是一笔大支出 我的建议就是说在对夫妻共同财产这一块 女方尽量与男方协商 从这三千元借款的去向来看 好像那个男方之前是不知情的 现在目前为止这三千块钱有没有借 自己方都不能确认 另外一点就是提醒男方所购买的办公写字楼的问题 已和大舅子之间只是有一个合作协议 但是房产是登记在大舅子两夫妻名下 那么根据我国的不动产登记原则 不动产登记在谁名下就是谁的 如果这个大舅子将这个房产出售给善意的第三人 那么你和大舅子之间也只是一个债权债务关系 你只能要求把出资款以及相应的款项还回来 而不能要求主张房产的权利 如果在这套房子没有出卖 你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 或者是要求到房管局 根据这个合作协议 要求这个大舅子增加你的名字 这是个大家庭 但是大家庭之下还有几个小家庭 你们小家庭是相互独立的 你们的财产更是相互独立的 某个小家庭帮助了另外的一个小家庭 这从情理上来讲是应该的 但是从法律上讲 他们有这样的义务 最终的建议就是说 小家庭和小家庭之间 尽量减少这样财产关系的来往 如果确确实实需要这样财产关系的来往的话 我的建议是完全通过书面的形式确立下来 不会成为一笔无独仗 也避免以后出现这样的一个纠纷 律师王涛从法律层面上 给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 他建议张先生今后和妻子娘家人 在经济往来上做得更加严谨一些 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而其他的观察员则从情感上 分别指出了在妻子张女士和丈夫张先生身上 各自需要注意的问题 张女士 在一个爱你的人的面前 你有什么好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的呀 第二呢 之前张先生在说任何事的时候 你都说你不要说了特别暴躁 他说你让他说 他说完了发泄完了就好了 你也就听完了你就让他说 你别堵着他 你越堵他这个矛盾就会越重 其实我觉得今天问题主要还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问题 你们两个通了之后 他哪怕在你们家受再多的委屈 我相信他都忍得下来 你得认同他 你做得好 你是付出了 我是肯定的 你有什么委屈 你在我们小家里面发了 在大家里你给我点面子 还有一个 您对您弟弟的或者家庭的这个处事方式有一些问题 我看到您和您的弟弟妹妹相处的模式 不像姐弟到应了那句老话叫长姐如母 更像一个妈妈对他们 像一个溺爱孩子的妈妈 弟弟说什么都是对的 弟弟做什么都是对的 我弟弟我就是要宠着护着 我觉得中间的问题可能也和你 对这个家庭的这种 摆了一副溺爱孩子的母亲的态度 可能有一些关系吧 男方当事人的特点是 特爱记事 为什么就那么容易记住那些事呢 可不可以忘记一些事 忘记并不是要让你忘记所有的账 该记得要记起 但是一些所所碎碎的事 记得太多 痛苦越多 心结越多 导致你们夫妻感情特别的不和谐 你口口声声在场上是说我特别的爱我的老婆 我也特别的心疼她 但是你的心疼 却没有让你的妻子感到幸福 如果你真正的爱你的妻子 是没有很多借口很多理由的 爱就是爱 你干嘛不选择忘记一些不痛快的事情 不愉快的事情 不要事事都挑起来 少计较一点 放下一些 你会活得很开心 一开始我就觉得这个男方确实为家里付出了不少 但是最后我听到你说 你在经常跟你妻子吵架的过程之中 他死过几十次了 那不是你小舅子和小姨子产生的 是你们夫妻的争吵 家里是讲情的地方啊 并不是讲你的地方 你什么事都要说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你真的心疼这个女人吗 虽然观察员王女士和文艳 站在理解丈夫的角度上 指出了妻子和妻子娘家人身上存在的问题 但观察员谢雪珍和廖阿姨的发言 还是让张先生感到非常委屈 张先生说 他要不是心疼妻子 面对妻子这么多年的无理取闹 他早就和妻子离婚了 他也并非放不下往事 实在是因为大舅子有些行为太让人气愤了 接下来张先生又给我们讲了另一件事 而这件事让我们开始理解了张先生内心的痛苦和无奈 一三年我老婆扇了两个不好的毛病嘛 这那个我们高速路口那个路上 车子上吵起来了 我车子还在开 他把门开开就往下跳 就为了这个事情是什么 就为了这个事情 他的意思 你是对我兄弟 对我父亲 有残疾 不肯败这种事 他死了几回 可以说死了 死了好几回 面对大舅子的无理要求 病重的妻子竟然以死相要挟 逼着他做超出他能力范围的事情 如果张先生所言属实 那么他的妻子和娘家人这么做 到底是什么目的呢 张先生的这番话 已经让回到了调解厂下的大舅子 再次走上了调解现场 面对姐夫的这番控诉 他会作何回应呢 张先生的妻子张女士又会怎么解释呢 在明天的节目中 张先生指责妻子娘家人不懂感恩 这是一个做人的基本的底线 怎么能没有感恩 要感恩的话 那说句真话的话 他们每个人还要感恩我 真的 几个例子吧 就是你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我们家要怎么感恩你 你现在能回答 大舅子为何会随口说出这样的话呢 这个大家庭之间矛盾的关键 究竟出在谁的身上呢 他挺难过的 可能听您说这些话 让他情绪有点激动 好了 我们大家合合摸摸摸的 这么多老师 你看都在帮你 到底是谁的电话连线 让这位心中深藏委屈的张先生 情绪朔结失控 请继续关注 明天的精彩条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